今天我来做节目的时候 门口一观众问我 方清平 你都是名人了 怎么这么多年老穿这么一件衣裳 也不换换 这位观众太不了解我 我 七十年代生人 小时候受的什么教育 勤俭节约 不铺张浪费 上小学那几年 我在学校 勤俭节约是出了名的 我最节省的就是铅笔 每回写作业说 我都先在我们班的地上 学们一圈 看看有没有谁扔的铅笔头 实在找不着 把这铅笔盒 拿我的铅笔 吃上也节俭了 一块泡泡糖 头天放学吐出来 粘到椅子背面 第二天上学说 抠下来接着嚼 后来也被老师发现了 连人带椅子呀 一块给我抬出去了 这看着都恶心 我在穿上呢 就更值得夸奖了 小学五年 我在穿衣裳上 都是零消费 我穿的衣裳 全是我妈拿大人 旧衣裳给我改的 没件说不出是什么款式 为什么我打小就这么 勤俭节约 遗传呢 我们家几辈人过日子都节约 我爸爸这辈子在单位 从不跟人一起洗澡 都等别人洗完了再出去洗 因为秋裤上啊 全是补丁 一块落着一块 这三层保暖那么厚 我爸有一条四脚内裤 穿成钉子裤 我妈还舍不得扔呢 把那个剪子呀 给剪成两条布 一边齐 搓搓 给我当鞋带 我妈那一件衬衣穿了三十年 直到去年 领子呀袖子都磨没了 前肩后背都磨成透视装了 还换上一件新衣裳 不是刚买的新衣裳 是她退休前发的一件工作服 一直舍不得穿 我上班时候 还穿过我爷爷留下的一件 在箱底压了半个世纪的 对筋小袄 正经的棉布 老子那种粗布 我暖暖活活 后来我们领导不上穿了 都我 黄金平你能买件自己的衣裳穿吗 等年穿这上班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从民国穿越过这份 没办法呀 我只好咬牙呀 趁商场清仓的时候 买了一件棉服 除了上班在家 从来舍不得穿 有时候我媳妇出门穿上 因为我媳妇 嫁给我以后 没穿过新衣裳 你还别说 我媳妇人高马大穿上也合适 我媳妇穿着 我的衣裳出门 被我们街坊看见了 问他 你怎么穿你老公的衣裳啊 我媳妇哭着就回来了 说咱俩就趁一件衣裳接风笑话我 我多机灵啊 我告诉他了 我说下回再有人问你啊 你就说这件衣裳是你的 我那件在家呢 咱俩买的情侣装 这不前两天吗 我们俩一块去超市 我媳妇看上了一件羽龙服 客家促销 五十九块九 我媳妇想买 可我觉得还是有点贵 劝他呀 等这个元旦的时候啊 再看看 元旦的时候肯定节日嘛 能便宜啊 可我媳妇啊 跟那件羽龙服啊 钱都不走啊 没办法 我只好奋力 把他给拖出超市 这不前些日子吗 网上啊 流行晒一条国民床单 就是过去那种 印着花的老床单 网民们争着拍照 晒自己家的国民床单 我们家也有啊 有好几条呢 就隔壁老王就不要的 对门老刘就想扔的 街坊卫大妈家 已经扔出来的 全被我妈串门说 看你拿回家了 我也想拍一张照片 跟我微博上晒一晒 后来一想啊 还是算了 因为每一条床单上的 补丁啊 比花还多 啊 你说都什么时候了 谁家床单还打补丁 那有什么呀 不瞒您说 我们家那个纱窗上都是补丁 纱窗年头太长了 打我记事的时候 就是那纱窗 平时家里人开窗户的时候都格外小心 一碰啊 就撕一道口子 每年呢 一到天热都有换纱窗的 待在我们家窗户 直接等生意 我多聪明啊 自己能想折的事 我干嘛花冤枉钱呢 于是我从春天开始 每天下班路上都留意 捡冰棍包装纸 一个一个攒起来 等到了夏天 开始有蚊子的时候呢 我就用这些冰棍包装纸 把纱窗上有口子 这地方全都红起来 您还别说 这招真防纹啊 哎呀 就是啊 口不太多 才红完了呀 纱窗不透风 家里有点热 另外那个街坊们的老在院里啊 非议我们家 说我们家营养小区 参加他们真有美小区比赛评分 让他们都做不了真有美居民 有句话说的好 世上有两种节俭的男人 一种可嫁 一种不可嫁 这两种男人什么样呢 您一看看下边就知道了 关于方清平最新的相声视频 我们做了个微信公众号 您用微信添加公众号 方清平这三个汉字 或者输入PINID 方清平666就可以关注到 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方清平的相声视频 音频 组议节目 以及您没看到过的关于方清平的一切视频 您只需要用微信添加公众号 方清平 我在这里等你哦 这次用下来的烧币 我们下来的烧币 我们下来的烧币 你会并尽加公众号 然后在跟方清平的相声地上 那来的烧币 我上来的烧币 我们下来的烧币 你会不会出开烧币 你会不会出开烧币